在国内汽车市场,最受大家欢迎的汽车品牌,无疑就是大众汽车吧,不管是轿车还是SUV,他们每个月的销量都能名列前茅,在众多款车型当中,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众高尔夫,他不仅外观小巧可爱, 而且操控性非常棒,开起来非常顺手,值得一提的是,他的安全性能方面,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,不信大家可以通过下面这几步道事故来了解一下,近日,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高尔夫车主,在论坛上,跟我们分享了一件非常苦恼的事情,高尔夫车主说,前几天晚上跟同事相约好了去酒吧探仇, 可谁知道在去接同事的路上,却发生了意外,真是太倒霉了,幸好没有受伤,据车主表示,当时他正常执行通过十字路口,这时,对面一辆左转的工程车,因为抢黄灯,所以来不及避让就撞了上来, 事故发生后,高尔夫车主赶紧下车查看了车辆的受损情况,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感到很意外,从图片可以看出,高尔夫左侧车身部分受损比较严重,两个车门基本报废,车内安全气连成功弹出,不过B柱却依然坚挺没有变形,看到这里,高尔夫车主也忍不住称赞说,当时坐在车里感觉撞击力度很大, 本以为车身要变形了呢,但没想到高尔夫的表现那么出色,真是让我染到太意外了,这安全性让我无话可说,随后,论坛上也有很多车友跟铁评论说,运气真不错,如果只撞上门的话,那后果将不堪设想,大众车的质量还是不错的,比某系车好多了,怪不得大家都抢着满,原来能够保命了,而在58二手车上,这辆车也有不错的评价, 笔者点评,通过这起碰撞事故,相信大家对高尔夫的安全性能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了吧,虽然车身有点小,但是他的安全性绝对不亚于其他车型,不知道大家对高尔夫的印象如何呢,欢迎在评论区里畅所预言